LOL七周年将在南京举办的事情 已经被所有关注LOL的玩家与观众们知晓 玩家们期待看到精彩的比赛 而观众们则同样想看到有趣的节目与明星助阵嘉宾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 这次LOL七周年受到的关注都是非常高的 近日由网友曝光了LOL七周年现场的舞台搭建情况和一些细节 通过这一组曝光出来的图片 可以看出确实这次七周年的现场舞台非常酷炫 主办方做了非常精心的布置 场馆舞台甚至是直接按照召唤师峡谷布置 由网友猜测届时有可能会将比赛画面投影 到现实搭建的地图上那可就真的是酷炫倒爆了 即使不是这种用途也肯定会用作演出节目和重要的表演环节 这也让玩家们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七周年现场 以提前公布的七周年节目安排来看 观众们最期待的绝对是LPL决赛 其此则是明星嘉宾的节目和表演赛 七周年特别布置的现场舞台用途或许就在这几个节目上 总之七周年现场观众们或许将体验到别样的视觉盛宴了 再看了七周年的现场 更是由网友直接表示帅呆了 可见有这个想法的不止小编个人 对于七周年现场的舞台 网友们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